9月7日下午第二届九州中国节国庆文化节在福岗市开幕 请看本台记者报道 中国驻福岗总理事杨庆东 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何德伦 福岗市议会议长达月基安 九州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奥萨卓马 福岗县国际局长杜边文 福岗县议会议员后腾香之等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杨庆东为道场嘉宾介绍了九州地区的中国节活动情况 杨庆东表示 九州的山海记录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点滴 希望通过中国节这样一个热闹的民间活动 帮助日本社会走进一个可信可爱的中国 巩固两国和平 友好 合作的大方向 杜边文代读了福岗县知事福布陈太郎的致辞 福布陈太郎表示 自1992年福岗县与中国江苏省结为友好省县以来 双方在环境产业和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展开了紧密务实的合作 福岗县希望通过每年的中国节 推动两地两国的进一步合作交流 福岗市议会议长达月基安表示 福岗市方面希望用华侨华人的中国节重温中日友好 并热烈期盼在五年之后的50周年 双方能够一直保持友好交流 福岗县议会议员后腾香之表示 福岗是日本九州的门户 与中国各地交流十分活跃 在当下我们应该尤其重视地方与地方 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交流 作为本次活动的特邀嘉宾 甘肃省青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新 代表访问团在活动上致辞 他表示 中日两国一一带水 有深厚的人文历史源源 九州的中国节 让青阳的文化艺术走出了国门 走向世界 也希望中国节再次能够成为 两国民间的一道桥梁 活动主办方代表 九州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奥萨卓马表示 九州当地华侨华人希望 在今秋九月中秋国境期间 通过这样的大型活动 抚慰思乡之情 并摇助祖国华代 开幕式上 日本知名歌手 现年77岁的千昌夫 为台下观众带来了他的名曲 《北国之春》 之后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文艺团体 带来的节目 但领观众走向神秘的丝绸之路 本次活动受到了四川方面的大力支持 让浮光民众知道了四川 不仅有大熊猫和便脸 更有鼠袖 竹编 川菜 川茶 川酒店 以及四川省城市科技的日新愿意的风貌 据了解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 当地民众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中国美食 观摩京剧 民族舞等中国传统文化节目